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拉丁舞中烂大街的一个环节 就是后背的运用 对不起啊 有一点个人色彩 我为什么说后背的运用是一个烂大街的环节 本身后背这件事情应该是最初级阶段就应该掌握的 普遍呢 有很多同学学武学了已经一两年了 还对后背这件事情是空白的 然后整天的叫苦叫难 不知道后背应该怎么运用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你过去的跳舞的习惯当中 你就没有关注到后背 你都关注什么了 出腿扭框 出腿扭框 就像开车一样 他不关注发动机 整天盯着车轮子在跑 想要给大家解决后背的问题啊 当务至极不是教你们后背怎么样发力 因为这个到处都在教 不缺我来教 而是怎么样从根本上帮你们形成 一跳舞就运用后背这个习惯 首先第一点啊 我要强调的就是 手臂的形态是后背素质的照耀镜 手臂凡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 他的后背都参与不进他的舞蹈 为什么 因为你的手腕或者是你的手臂太使劲了 我们每一个身体部位就像有灵魂一样 死消彼长 明白吗 仿佛说当你的后背看到你的手臂这么使劲的时候 大哥你既然这么有劲那我就可以吸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跳舞的时候 不管你是跳基本步也好 还是组合也好 你有没有一个准备拍 也就是启发的动作 如果你没有养成这个准备拍的启发习惯 那你就很容易把跳拉丁舞理解成 出腿扭话 出腿扭话 后背永远参与不进来 为什么 准备拍到底是来干什么呢 这个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准备拍的意义就一件事 启动后背 让你的后背去带住身体的其他部件 开始舞蹈了 比如说你曾经看了过你的舞蹈老师 在课堂上他跳舞之前是 干了一个这个事情 你看到的只有他的手 他的脚 还有他的跨 而你不知道他是在启动后背 其他都是次要的 所以说你就只做出了你看到的那些 最后就成了操手动姿 为什么你总是当你跟你的舞蹈老师一对比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像在东施笑评 然后搞个自己也没信心 就是你们跳的压根不是一个东西 还有在恰恰里面的准备拍 你看到老师的动作是恰恰 然后你就感觉他可使劲 你就做成了恰恰 哇 蹦胳膊 实际胳膊就是非常次要的存在 而是 后背去做了一个一拍的爆发力 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些是理解性的 下面我说一下应用性的 就是我们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要实际感觉我们的脊椎在移动 而不是只有下半身在移动 为什么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后背的肌肉长在哪 长在脊椎附近 那么当你的脊椎移动起来了 你后背肌肉能不动吗 它就在旁边长着呢 所以我为什么说 后背的动态它是初级阶段就应该掌握的 因为它根本就不难 因为过去你们总是一移动就是腿 快 没想过脊椎移动这件事 非常标准的做法 包括我们去找节奏 就比如说 2 and 3 and 4 我们的意识上都是靠我们的脊椎在找节奏啊 不是脚啊 也不是快啊 这就反映一个问题 如果很长一段时间 你的舞蹈让你自己觉得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就要反思你的学习思路完全它都是拧的 也反映出我们周围的拉丁舞的教学环境 总是喜欢强调一些次要的表面的 而忽略抛弃掉最主要最核心的 所以就导致很多的学员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舞步掌握的挺多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跳的没有那个味儿 也没有你